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种成熟叫做主动穿秋裤 我认为和穿秋裤一样的道理 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 往往难为的是自己 但是全然不顾及别人就脱离社会了 所以这个度得好好把握 这话我也想对下面的这位同学说 最近这位返校回吉林长城的男孩 一到学校就到别人和自己的寝室 去撞了一圈 咱们一块去看看 车让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隔壁寝室 来 他们敦赴我的寝室 我都不敢开了 门都打不开了 这寝室还是仓库啊 这打开门瞬间 我怎么觉得像来到杂务间似的 这寝室门上还有块牌子叫人类高治疗男性 这是不是和内容有点太不符了呀 不知道这放假前最后走的那位室友 是怎么离开寝室的 难道是跳窗了吗 看到这一幕真的有回家的冲动了 我们说新学期来了 赶紧收拾收拾吧 别耽误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啊 这同学们来穿门 咱得好意思给开门啊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 您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吗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 参与方式就在屏幕下方 我在直播间等你来分享 好嘞 神灵下正在直播我们新闻继续 来关注俄乌战争的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27号 俄新社援引白俄罗斯消息人士的话来说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 将于当地时间28号的早上 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官邸举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新闻秘书表示 双方谈判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开始 原因是后勤工作非常复杂 以及需要为乌克兰代表团 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当地时间2月27号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 表决通过了美国等提出的 要求就乌克兰局势举行 紧急特别联合国大会的 第2623号决议 此次投票仅需9票同意即可通过 最终投票结果为 11票同意 3票弃权 1票反对 中国印度阿联酋投弃权票 第76届联合国大会 将在今天举行紧急特别会议 讨论乌克兰局势 中方代表就投票立场做出了解释性的发言 他表示当前乌克兰局势急剧变化 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必要的克制 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联合国安理会要以地区和平稳定为重 以各方普遍安全为重 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联合国采取行动 应当有助于紧张局势的降温 有利于推动外交解决避免激化矛盾 当地时间27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斯表示 说西方对俄罗斯不仅在经济上进行遏制 而且某些领导人的发言 越来越具有侵略性 因此命令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 进入特殊战备状态 俄罗斯国防杂志的主编 科罗特勤科 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当俄罗斯战略的威慑力量 进入特殊战备状态 就意味着俄罗斯已经针对具体情况 为战略核力量和非战略力量 设定了具体任务 也就是说 俄军可以随时使用战略性和非战略性武器 来抵御入侵 另外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 2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 安-225运输机 在基辅市附近的哥斯托梅利机场 遭俄罗斯军队摧毁 安-225运输机在苏联时期制造 于1988年12月份完成了首次试飞 这一架运输机 机长是84米 翼展88.4米 高18.1米 由6台发动机提供动力 最大的载重是250吨 研制这一架巨型飞机的目的是 运输大型航天设备 比如说火箭的零部件 还有航天飞机的零部件 其顶部可以搭载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针对此消息 有俄罗斯媒体人士辟谣称 说这是一个假消息 因为乌克兰政界人士 当天早些时候 在社交媒体展示了同一张 机场起火的照片 并表示这是乌克兰军方 对哥斯托梅利机场打击的成果 安225是否被毁 是被谁毁的 目前还没有结论 美国等西方国家 26号发布了联合声明 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支付系统Swift之外 当地时间27号 俄罗斯央行表示 俄拥有维持金融稳定的必要资源 目前境内所有的银行运转正常 为应对西方制裁 俄罗斯央行2014年开发了本土版金融信息传输系统 截至去年5月 20%的俄罗斯境内转账通过该系统完成 当地时间27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公告说 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当中有伤亡 但是俄军的损失比被消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少很多 这是俄国防部首次在公告当中表示有俄军伤亡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7日发布报告显示 连日来乌克兰战火已使16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超过11.6万人越过边界逃往欧洲邻国 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波兰和摩尔多瓦 也有一些人选择稍远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如果局势失控的话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可能会多达500万人 当地时间27日俄罗斯航空运输局表示 已开始组织从欧洲各国撤离俄罗斯公民 目前正在进行资料收集和统计中 好嘞 说明下我们新闻继续来关注冬残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将于3月4号开幕 算一算时间还有不到5天了 那目前开幕式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冬残奥会开幕式的所有演职人员 已经进驻国家体育场鸟巢 让我们一起先去看一看 演职人员进入鸟巢后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的筹备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我们所有到内场和视频的摇合 和灯光的摇合 以及演员的转场 以及环节的闲击 那只有靠在场内的10天的时间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 我们得做好24小时轮转奋战的准备 沈臣介绍 冬残奥会开幕式中处处体现残健融合的理念 残疾人表演者是冬残奥会开幕式中的重要表演力量 那残疾人的整体比例呢 大概是占到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 他们发挥出来的力量是非常美好的 运动员是开幕式上的主角 导演组充分考虑了运动员的需求和感受 他们将会在我们的入场室当中 和我们非常好的配合在一起 我们将给他们以最快速高效 最无障碍的环境底下 让他们通过我们的入场室 运行到他们的助威席 让他们完整的观看我们的开幕式 随着冬残奥会的日益临近 那冬奥会结束之后 刚刚休息的几天的赛场 也重新热闹了起来 是啊 昨天呢北京张家口和延庆三个赛区的竞赛场馆 全部开放适应性训练 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平均年龄呢在21.8岁 是我们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队伍 有信心展现出我们残疾人 自尊自强自信的这样一种精神奋脉了 27号 北京张家口和延庆三个赛区的竞赛场馆 已全部开放适应性训练 我们今天来到冰球场进行了训练 一切都棒极了 冰场做了很多无障碍的转换 我们在场馆内所有的行动都畅通自如 相比得金牌 我们更期待即将到来的这份珍贵的经历 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朋友进行交流 这里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另外27号还有26个代表团的129名运动员进入雪飞燕的训练道体验和训练 我觉得整个筹备工作特别的完善 我们对于冰面的质量和整个场馆的转换速度非常惊喜 这些都堪称卓越 我们也对运动员在不久后的冬奥会上的精彩表现充满期待和信心 好 互动新主播顶流我来说 说北京冬残奥会即将开幕 吉祥物雪融融成了心境顶流 这只小灯笼呢开始在各种活动场合露面 每次出场都是萌到众人啊 您瞧瞧这小碎步头部不动身体狂甩 走起路来还一扭一扭的 有没有一种格格的及时感呢 尽管这头和身体是各管各啊 互不相干这走着不合拢的步伐 但是呢也是可爱的不要不要的 这就是魅力啊 有人说了冰哥堆是男孩 雪融融是女孩 在这呢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俩宝是没有性别的啊 因为根据国际奥组委的规则 吉祥物不能有性别差异 别在乎男女可爱不就对了吗 好嘞 沈内向我们新闻继续啊 来跟大伙说一个最牛拼车 这这拼车还能拼上天是咋的 瞅你这表情 瞅你这语气哈 好像有点不屑 但是我们这确实是拼上天了 你说说来 一箭二十二星成功升天 你就说牛不牛吧 牛 这个是绝对的牛啊 你关键你早说你要说的是这事啊 要不你以为呢 我以为 昨天啊我国在文昌发射场使用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以一箭二十二星的方式 成功将太景三号零一卫星 太景四号零一卫星 海南一号零一零二星 文昌一号零一零二星 吉林一号高分零三D-10-18星 九颗等二十二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一次成功将二十二颗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的任务 这是目前我国一次发射卫星数量 最多的任务 这绝对算得上是一次最牛的拼车 是吧 不过一次送这么多的卫星上天 他们要在太空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 在本次发射任务中 长征八号就像一辆汽车 二十二颗卫星就像是乘客 被整齐安放在火箭的整流罩中 实现了多颗卫星拼车上太空 这次我们二十二颗星呢 是采用十二次分离动作 我们要保证卫星在轨道运行上 它也是安全的 就是它不会发生碰撞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新舰分离过程中 要不停地变换姿态 相当于是火箭跳着芭蕾 把卫星送出去的 天天啊 咱火箭的是跳着芭蕾舞 把卫星给送出去的 这上天上的得多优美 要不网友怎么说 说这二十二颗卫星拼车上太空 中国航天的这份出行体验 赞 不过咱把话说回来 为什么要进行一件多星的发射任务 一次带这么多颗卫星上天呢 所谓一件多星 就是通过一次发射任务 将多颗卫星送到预定的轨道 形象地说 就像私家车和公交车 在相同目的地的情况下 公交车不仅能够运送数量更多的乘客 而且效率也更高 一件多星可以降低车 另外一个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原子效率 发射效率 满足高密度发射的任务需求 一件多星的发射方式 在充分利用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的同时 也降低了卫星的发射成本 而随着我国商业航天的不断发展 一件多星的发射任务 也能够使从事商业卫星研制的团队 共享我国航天科技进步的成果 共享呢 其实按照我的思路来想 让大家能够进入航天 进入宇宙 进入太空的这种门槛降低 这一件多星啊 咱简单点说呢 就是装的更多 发的更准 运的更远 提升了火箭的运载能力 同时呢 也降低了发射成本 对 而且这次发射的22颗卫星当中 有7家是商业卫星 也就是说呢 在未来商业卫星研制团队呢 可以更多的共享我国航天技术 进步的成果 太空舞者也会越来越多 这些年呢 我国航天的发射频次是越来越密 卫星拼车上太空啊 既要安全高效 又得是经济实惠 对发射性价比的拿捏 考验的是中国航天的真功夫 我们期待太空中出现更多中国物资 步伐更稳健 节奏更从容 姿态更优美 是啊 随着长征8号摇2火箭圆满出征 满载着五大雪子航天梦的启明星1号 威纳卫星也顺利启航了 并且顺利收到了启明星卫星 摇册的信号 那卫星信号稳定 工作正常 咱别的不说啊 首先恭喜五大的启明星团队 真是厉害啊 说到这儿 我其实特别想要卖弄一下 卖弄一下 在你这心里 卫星的是多大个 这 真没见过地面上的 说实话啊 但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咋不得一两米长宽的 对不对 估计我得说的可能还有点小了 那毕竟距离远了 来目光看向我啊 怎么了 就这么大个 你再比较比较 真的就这么大个 启明星啊 人有数据的 是一颗40乘30乘40厘米的 微纳卫星 重量只有19.2千克 不到40斤 天呐 就这么大个啊 对呀 这是真没想到啊 这么点的小卫星上天 怕不是蹭车上天 完成体验的吧 这是 注意格局啊 真不像大家伙想的那样 不是吗 别看它小 但是呢 这是我国首颗可见光 高光谱和夜光多光谱 多模式载轨可编程的卫星 能做到白天晚上不眠不休 十八般摇杆手段 是样样精通啊 这真是绝了啊 这五大的师生 怎么想到要做这个 这么一个 迷你小星星的呢 说到他的源头啊 实话实说的告诉大家 都是被论文给逼的 论文 话说 2019年9月份 在五大一次论文答辩会上 有学生提到了 说有很多的心想法啊 但是得不到 想要的数据去验证 五大摇杆信息工程学院的 金光教授 与乌赵聪教授就商量了 说那咱为啥要依赖外国的数据 不研制一个自己设计的卫星呢 按照自己的需求 获取摇杆数据呢 哎呀 这就是俩人敢想 一群人敢干呢 至此呢 这启明星啊 研究是应运而生了 在研制历史两年的时间里啊 先后有五十余名学生 参与设计研发及测试 包括本科生 研究生 博士生 这本科生就有二十多名啊 真正的吧 书本上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了 对每一个学生而言 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那启明星研发团队呢 负责人金光教授介绍说啊 启明星卫星呢 将来除了服务湖北经济发展 未来启明星卫星将会为 全球所有高校和科研院所 提供免费共享数据 说真的啊 大学毕业的时候啊 还有什么比跟别人说起 说哎 我有几行代码在太空 更酷的事呢 对不对 这要是我的话 我真能炫耀一辈子 是吧 为高校的学子们 咱们点个赞啊 为中国航天加油 加油 说近日在浙江金华 当地高校组织学园艺专业的学生 上实践课 全班30多名学生 被带进大棚 除地种菜 张同学表示 当时天气不错 以为是组织春游 没想到是干农活 不少女同学 因为缺乏锻炼 手上还磨出了水泡 自己学的什么专业 心里没点数吗 既然是学的园艺专业 这样的实践 肯定是必要 而且经常的 说浙江勇家金剑胜 曾是一名互联网公司的员工 2018年 他辞去工作 返回家乡 投身于盆景制作 为了做出好作品 他爬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 四年来 设计出上千盆盆景 他说 想把带有民族特色的山川文化 融入到盆景中 让世界的朋友都看到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同样是玩泥巴 优秀的人 他玩出了花样啊 说近日 云南红河的王先生 为了让妻子玩雪 驾车五十公里 耗费六个小时 到山上拉了一车雪 送给妻子 王先生称 拉着一车雪 接妻子下班 他开心地玩了两天 这一车雪 比捧玫瑰花浪漫多了 所以说男人好不好 不要看这个男人说了什么 而要看他做了什么 那个雪比花可难保鲜啊 王先生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说2月26日 福建泉州的王女士 带着两个孩子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因为三个月大的弟弟 看到气球不会哭 便把气球绑在娃儿的腰上 随后自己便起身去清洗茶具 没想到几分钟的时间 弟弟便从沙发上滑落 气球的线刚好缠住脖子 三岁的姐姐发现之后大喊妈妈 王女士也没有听见 王女士说 等自己发现时 孩子都有些哭不出声了 幸亏只是洗茶具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说在广西南宁 有一个专门爱吃绿色东西的小朋友 不过最近 他被一个自己亲自挑选的绿色李子 给坑惨了 颤抖的小手 扭曲的表情 出卖了真实的口感 网友表示 绝将女孩不怕酸 自己挑的李子 再酸也要吃完 抢 抢 抢 原价299元 明星同款 福植糖蓝莓叶黄素 现在打起电话 今天只需九毛九 抢到了 抢到了 今天只花九毛九 就能吃上 句号老师配件的蓝莓叶黄素 再吃了 打电话 打电话 福植糖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九毛九 太划算了 原价299 打个电话 不到一块钱 那还等什么 赶快抢吧 福植糖蓝莓叶黄素 我们都再吃 好消息 好消息 为了庆祝福植糖蓝莓叶黄素 销量突破八十万盒 厂家特拿出五千盒福植糖蓝莓叶黄素 回馈新老客户 著名艺术家 句号老师 轻型推荐的 原价299元 福植糖蓝莓叶黄素 现在报到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只要九毛九 数量有限 具现前两百名报名成功者 不得重复申领 不得重复申领 赶快抓紧时间申领 抓紧时间 现在 马上 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 报名强告报 你还在飞 眼看眼色 眼疲劳 失利模糊 青红眼白内障快要吗 你还在飞 看不清路 看暴用老花镜烦恼吗 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立即申领 句号老师推荐的 大品牌 大优惠 大畅家的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九毛九 一个电话 快递给您送到家 依许研究证实 眼部问题的形成 是眼部分叶黄素 大量流失所致 叶黄素 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 油害光线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 维持眼睛内部的 正常血液供应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每一片都高含量 护眼浓缩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从中提取高纯度 天然叶黄素 高纯度 耗吸收 每天一片 即是补充眼细胞 缺失的营养 预防眼疾病 增强眼胜利 现在发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来美丽黄素 今天只要九毛九 你说划算不划算 我一直在吃 对眼睛特别好 以前就是太贵了 一瓶都要耗鸡板 现在趁着活动 我改品抢了两套 能剩下好几千块钱呢 以前我看个报纸啥的 那全于重影 你看我现在 日历上这么小的字 我不带老花镜 看得也非常清楚 这是蓝莓叶黄素 九毛九的闺蜜活动 真为我们老百姓 做一件大好事 老眼病折磨我十几年了 多亏有了福知糖 蓝莓叶黄素 可帮了我大忙了 这是厂家 直接做活动 每天摊九毛九 我一下子就抢了 一年了 怪眼健康 就选福知糖 蓝莓叶黄素 现在打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数量有限 请抓紧打电话 请您抓紧打电话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通了 用输筋建腰娃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输筋建腰娃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疯湿 泪疯湿 中医叫臂症 疯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疯湿 泪疯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疯寒 除湿臂 除臂 止痛 疯湿 泪疯湿 老疯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时灯下正在直播 我们新闻继续 来关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2月27号临时至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本土确准病例87例 广东40例 其中深圳市30例 东莞市10例 内蒙古11例 均在呼和浩特市 广西11例 均在房城港市 天津9例 其中滨海星区7例 东历区1例 北城区1例 湖北5例 均在武汉市 山西4例 其中太原市2例 晋中市2例 黑龙江4例 其中牡丹江市3例 黑河市1例 云南2例 均在林仓市 辽宁1例 在葫芦岛市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 5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均在上海 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省的疫情情况 27号 葫芦岛市 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 发布了通告 自2月10号 零时起 葫芦岛市 隋中县 嘉杯棉乡 窝岛村划定为 高风险地区 2月13号 至今为止 已经连续14天 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根据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 为进一步精准做好 葫芦岛市 疫情防控工作 经辽宁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 2月28日 零时起 将葫芦岛市 隋中县 嘉杯年乡 窝岛村 调整为 低风险地区 至此 葫芦岛市 痊愈低风险 辽宁 痊愈低风险 疫情防控取得的 每一点成绩 都让人觉得安心 这也是 无数一线的 疫情防控人员 和普通市民的 共同努力的结果 所以 那种不遵守防疫规定的 就特别让人生气 说近日 山西晋中市 太古区 就对一起 疫情防控失责 失职问题 立案审查调查 2月17日 太古北城区 新城社区住户 方某一家5人 从呼和浩特市 反鼓之后 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先后前往 天成药店 老酒馆等人员 密集场所活动 该5人 20日 被确诊为 新冠肺炎阳性 造成与其密切接触的 多人被隔离观察 且3人 被确诊感染的 严重后果 25号 晋中市太古区 纪委监委 则成太古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对落实疫情 防控责任不利的 天成药店 老酒馆两个单位 依法处理 同时呢 对旅行监管职能不到位的 太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和旅行属地管理 职责不到位的 北城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相关的责任人员 依法依规 立案审查调查 目前的案件 正在进一步的审查当中 疫情防控 真是不能抱有 这个侥幸心理 对 在深圳 也有一名病例 它也是如此 说接着呢 这个福田区 在检查中就发现 说49岁的新冠患者 确诊病例 曾某前往荣超商务中心 必坐上班时 多次未佩戴口罩 乘坐电梯 而大厦的物业管理公司 对曾某的行为 未予以劝阻和纠正 导致呢 多位乘同电梯的人员 面临病毒感染的风险 那目前福田区呢 已经按照相关的防疫规定 对荣超物业管理公司 立案查处 对涉嫌违反 传染病防治法的曾某 将会进行调查 咱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吧 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宣布 说截至目前 中国女篮出访队伍 全员最新核酸检测结果 显示阴性 太好了啊 之前呢 中国女篮 此前是出访塞尔维亚 参加试育赛的比赛 中国队三战全胜 获得了世界杯参赛资格 那结果回国之前呀 有人员是核酸检测 呈阳性 那之后呢 共累计了十例阳性 经过塞尔维亚大使馆的帮助 中国女篮在当地进行隔离和治疗 女篮出访队伍 目前所有阳性病例均已转阴 队伍全员核酸检测 显示阴性 太好了啊 全员清零了 这大家伙就放心了 咱们也期待 女篮出访成员们早日回国回家 好嘞 顺点一下 我们说罕见啊 也许呢 我们都听说过 雌娃娃 熊猫宝宝 还有蝴蝶宝贝 月亮孩子 妈妈肩上的孩子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看似可爱的名字 背后是巨大的伤痛 今天是第15个国际罕见病日 今年的主题是 因罕而聚 明天更好 对于罕见病 其实呢 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 对他们的关爱 首先就要从了解开始 是的 在这儿呢 首先要给大家重新树立一个观念 就是说 虽然咱们叫做罕见病 但是其实目前为止 全球已经接收到的 罕见病的病种 已经达到了7000多种 拥有超过3亿的 罕见病患者的规模 而中国的罕见病患者呢 则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 更值得关注的是 70%的罕见病 在儿童期就已经发病了 因此呢 儿童期的诊断 是至关重要的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神经内科 吕俊兰教授 诊断罕见病 脊髓性萎缩症 已经30多年了 按照发病率测算 这种罕见病在我国 每年新发病例 近千例 罕见病的患者 跟一般的患者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呢 SMA的病人 尤其突出 这些孩子都非常小 他的会出现严重的 这种并发症 比如说呼吸不好 并发肺炎 95%的罕见病患者 只能是对症治疗 因为罕见 导致人们对这些疾病的 认知非常有限 临床误诊率高 诊断非常困难 根据目前的研究显示 罕见病患者中 基因遗传性 占到80% 罕见病放到我们 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 这些罕见病 少见病 其实很多时候 也并不那么少见 我们很多的一些 这个患者 是因为单基因突变 引起来的肾脏的疾病 所以说 虽然叫罕见病 或者说罕见的儿童肾脏病 但实际上 在我们国家来说 从它的绝对人群比例来说 它其实不算罕见 横根在罕见病患者 和家属面前的困难 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 首先就是确诊困难 有一位患者 辗转就已几十年 一直到30岁左右 才确诊 患上了脊髓性微萎缩症 也就是SMA 毫不夸张地说 会看罕见病的医生 比罕见病还要少 有数据统计 我国罕见病患者 平均确诊 所需时间为1到3年 有人对一类罕见病 做回顾性研究发现 说有一位患者 被误诊长达33年 在这期间 患者反复去了十几家医院 用了许多不适合自己的药物 错过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加强罕见病的管理 提高罕见病诊疗水平 这是眼下迫切需要的 也是我国一直在不断努力的目标 那目前我国大部分的 罕见病确诊时间 已经由过去的平均4年 缩短到了4周 极大的减轻了 罕见病患者的就医负担 迈过了确诊关 还有大难题 那就是用药困难 治疗罕见病的药物 也叫做孤儿药 研发成本高 适用人群少 市场需求小 很少有制药企业研发生产 即便是药有了 价格又会成为另外一个难题 一针69.97万全球首个 用于治疗SMA的药物 也之前我们说过的 诺西纳生纳注射液 就曾经因为天价上了热搜 那患者需要在前63天注射4针 往后的每4个月注射一针 终身用药 当然人看到希望的是 2021年11月11日 一场灵魂砍价引发关注 经过国家医保局谈判代表 巴斯砍价 诺西纳生纳注射液 价格最终已低于 3.3万元每针的价格成交 这是高价值罕见病药物 首次入保医保 罕见病药国家医保 谈判当中那一句 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让无数人感动到落泪的话 让人至今难忘 由于罕见病的特殊性 其实除了药费 患者的平均住院日 医疗费用等都要远远超出 普通患者 因此我们也期待 出台针对诊断罕见病等 疑难杂症 在公立医院考核指标的政策 同时加大基础研究 开展多学科研究 我们相信不是每一种罕见病 都是不治之症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罕见病 都被看见 是 好嘞 说得下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说到电信诈骗 其实现在很多人的反诈意识 还是挺强的 对吧 但凡是在网络上电话里 跟你提到钱字眼的人 其实都会多留一个心眼 他是不是骗子 但是不谈钱就不会被骗吗 说近日 沈阳公安反电信网络犯罪 查控中心民警 就公布了最近发生的一起 电诈案例 人家压根就没提钱的事 一个小姑娘 还是被骗了6100块钱 到底怎么回事 详细来说一说 小丽姑娘的遭遇 这小丽今年17岁 还是学生的 今年寒假期间 小丽一直跟同学朋友 在社交平台上聊天 这有一天 小丽接到了同学小姑的拜年QQ 这两个人就落起来了 这聊着聊着 小姑说 说自己想要更换 微信绑定的手机号 需要好友来辅助 让小丽给她辅助验证一下 随即小姑就发来了一张 带微信logo的二维码 让小丽扫码进行验证 这小丽觉得都是同学嘛 看起来又是官方流程 就是举手之劳而已 也没多和解 扫码之后呢 就按照要求 有模有样的填了起来 这填写完毕之后呢 小丽问 有没有帮到忙啊 小姑就说 正在验证中 还要求小丽呢 在20分钟之内呢 不要登陆微信 否则微信会被冻结的 中途这小丽啊 还被要求提供了几次辅助验证码 小丽都乖乖的配合了 所谓的辅助验证码 发给小姑 在这个间隙啊 小姑还一直跟小丽聊着天 后来呢 小丽啊 收到银行卡扣费消息 便询问小姑 什么情况 对小姑回答是系统检测 等小丽登回去微信 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这个时候小丽 还是没有意识到有问题 她等了20分钟 再次登陆微信 却发现微信的钱包 实名支付已经被取消了 这也就意味着 有其他的手机登陆 并且开通 而等小丽呢 重新登陆之后啊 就发现自己微信钱包 早已经是空空如也 支付账单和明细都被删除了 通过微信记账本 发现支出了13笔消费 共计是6100多元 这个时候小丽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骗了 说到这儿呢 其实大伙也能猜到了 这个小姑啊 肯定不是小丽真正的同学 那是当然了 而且她在一步步的 引导小丽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有破绽的 比如说小丽收到的 所谓辅助验证码 清楚地写着 微信支付验证码 请勿泄露 但凡小丽能够多留意一点 不那么轻信 也能意识到不太对劲 对啊 这种所谓的 自己更改绑定电话 还需要好友来验证的 一听她就不靠谱啊 还有她的微信检测系统 为啥扣你的钱呢 这不都是问题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防诈知识啊 还是得普及 尤其是未成年人 社会经验少 学校家长呢 都要给孩子上一上 防诈这门课 国家反诈APP赶紧下载啊 好嘞 说得下 接下来再来看一条 大家伙都关注的事 有关于快递单上的 个人信息安全 说近日呢 广东接洋警方啊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 成功破获了一起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日前接洋警方接到报警称 当地一个快递点 有员工偷拍快递单 已被网点负责人发现 并将人留在办公室 民警立即出警赶赴现场 你们两个今天就是在拍面 然后被发现是吧 你们是在一起工作的还是说 在一个岗位之后还是 你说 我是主张 然后他呢 然后他你是叫他帮你拍 还是怎么说 我拍摄 你呢你有拍吗 我之前有拍 你之前有拍 他拍摄的这张快递的面单上面 就包括了这个快递的 快递单号 然后还有这个收件人 以及寄件人的姓名 或者是昵称 他有限是昵称在上面 然后还有包括手机号码 以及收件地址和寄件地址 随后民警将两名员工 带回派出所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利用邮寄工作人员身份 出售邮件快递单上的 公民个人信息 并从中谋利 经过询问了解 这名员工自己承认说 他是受雇于他的组长 将这些快递面单拍摄之后 上传到网盘 然后交给他组长 由他组长去出售 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们至今已经偷拍 好几万张快递单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好的 互动新主播热榜我来说 说近日呢 在湖北襄阳 一家五口人在马路上 推着小面包车前行 这丈夫呢 走在前面 手还把着方向盘 妻儿和老人在后面推车 帮忙助力 看到这儿不少人就猜了 这是不是车坏了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这个丈夫呢 喝酒了 担心被查 想出来的招 相识的路人 隔空还喊话问呢 还喝不喝酒了 男子笑着答 还是要喝 您这饮食够大呀 宁舍利器不舍酒啊 这招虽然是个笨招吧 但也算是遵纪守法了 不过呢 最好还是找个代价啊 这不舍酒也用不着 全家舍利啊 舍点钱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聪明 当运动运动了 来吧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啊 眼下呢 一些成人化的儿童运动项目 身受追捧 比如说少儿蹦床 少儿攀岩 以及少儿跑酷等等 不得不说 这些运动呢 很新颖 也很酷 受到了不少家庭的欢迎 但这些运动 真的是和孩子们吗 近期 四岁小孩挑战 12米高专业攀岩墙 四岁男孩 蹦床成功做出 前空翻等类似视频 在网上颇受欢迎 不少家长也将目光 投向了这些运动项目 随着越来越多的 低龄儿童参与这些培训 有关儿童出现 运动损伤的报道 也逐渐增多 从过年期间至今 运动医学 与关节静外科的医生 就接诊过一些 十岁以下的运动损伤的小患者 体育锻炼对于儿童成长 至关重要 但不同年龄段的儿童 适合的运动强度 内容等也有所不同 那么什么样的运动 比较适合儿童呢 做一些低性度安全性高的运动 比如我们比较简单的跳绳 游泳 这些都是可以的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点 哎 刘婶呢 她呀 得了灰指甲 灰指甲要小心 传染 可不是吗 她怕传染给小孙子 想抱不敢抱 小手也不敢牵 灰指甲 变色 变厚 变形 找亮甲 亮甲牌 复方据为同点查计 灰指甲 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 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致 咱呢 要经常检查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灰指甲 小心传染 得治 对 得早点治 灰指甲 会传染 抓紧致 赶快去 灰指甲 找亮甲 乐泰亮甲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腰腿 我做 输筋 腰 好 想去哪 挺起腰 甭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 出了问题 就怕 走不了 动不了 动啊 用输筋 腰椎 腰椎 肩盘 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 酸痛 输筋 腰椎 腰椎 陈李健 疯尸 内疯尸 中医叫臂症 疯寒失血 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脏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疯尸 内疯尸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疯寒 除湿臂 除臂 止痛 疯尸 内疯尸 老疯尸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说天下 欢迎回来 互动新主播 恩爱我来说 说近日呢 在江苏徐州 一个老奶奶 骑三轮车 在老爷爷上坡 这老爷爷呢 是坐在车斗里 也没闲着 还用拐杖助力 这温暖的场面呢 就被汤先生拍了下来 他说很感动啊 希望大家都能和自己的 另一半相互扶持 有句老话呢 叫少年夫妻老来伴 这世界上唯一一种最亲的 没有血缘 却有超越血缘的关系 就是夫妻关系 在朝朝暮暮的陪伴下 爱情变亲情 成了一种融入生命的东西 是习惯 是割舍不断 年迈之时 能和老伴走曾经走过的路 看曾经看过的风景 这才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说昨天上午11时30分 我国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 首列跨境电商班列 从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发出 时往乌兹皮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这是自今年2月 服务院在27个城市和地区 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以来 我国发出的首列跨境电商班列 说2022年3月1日至6月30日 我们将迎来2021年度 个人所得税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为提升纳税人的 伴税效率和申报体验 今年税务部门 新提供预约伴税服务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 2021年度汇算期间 跨度达4个月 全天候24小时随时办理 纳税人办税时间非常充裕 无需抢在前几天扎堆办理 说近日内蒙古大学申报的 纪检监察专业 获批新增本科专业 内蒙古大学成为全国首个 设置该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 说近日 沈阳市人力资源服务 与行政执法中心相关负责人 就沈阳人才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今年沈阳将继续提供800个基层公共服务岗位 用于招录高校毕业生 第一批招录工作将在3月份举行 5月1日签约上岗 葛红药膏 一斤药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肚痛 痛 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葛红牌 桂龙药膏 葛红药膏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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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红药膏 正适合葛红牌 桂龙药膏 擅作魂 葛红药膏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肚痛 痛痛痛 葛红药膏 高方中的经典 每一瓶都采用广西十万群山的道地药材 熬炼而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区峰除湿 赎金活络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方式骨痛的这些老毛病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一安宁晚 始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梦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腰腿 我做活 输筋剑腰 想去哪 挺起腰 甭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动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疯湿 泪疯湿 中医叫臂症 疯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疯湿 泪疯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疯寒 除湿臂 除臂 止痛 疯湿 泪疯湿 老疯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少天下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你会特别在意 别人的眼光吗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 网友粉红色说 不会在意 活出真实的自己 不要总是活在 别人的眼光里 那样太累了 和好当下 网友梅山杰说 说小时候会在意 现在还行 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 一定要相信自己 网友 想祸就火说 妙姐中好 我不会太刻意 在意别人的眼光 因为我觉得 毕竟是自己喜欢的 才最重要 网友粉红色 还留了一条 说 就是看别人的眼光 和每个人 从小到大的阅历 自信心 还有性格等等 都有关系 太看重别人的眼光 的话 也会给自己 很大的压力 说的没错 还有网友 刘雨思说 完全不会 一个人内心越强大 越不会在别人的眼光